好的那因为我们这个班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年轻人特多 年轻人好像比妈妈爸爸还要多 所以呢 我们特别为年轻人挑一些比较重要的挂 来上 怎么说呢 为什么要先上这个挂 其实在我们人生努力 叫做年轻人叫做要去爱拼在一样 努力奋斗的过程中 其实它有很多因素 是会关系到我们未来的成就 其中呢 大概最重要有两个 一个是如果我有很多美好的潜能 叫做美好的拥有 这些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开发出来 另外一个 决定一个人将来成就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 就是要比别人 有更多的机会去付出 所谓的付出是 不是我 我付出多少就要得多少回报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 那我们都斤斤计较 我有多少时间在这上面就应该 相对有多少时间的报酬 那个就不叫付出 付出是有点像我们讲的 那个资工或是义工 然后他的付出其实 不在乎那个有行的报酬 那这种付出 如果做的比别人多 面对未来挑战 其实你最重要是 你要有一个建立一个很好的观念 就是说包括做人做事 尤其对人的态度 各方面 你应该多培养你自己 有一个很好的观念 因为观念胜过的才子 怎么说呢 因为一个人如果有好的观念 代表他有很好的智慧 因为智慧就是你的观念跟想法 然后个性呢 就是一个人的习性脾气毛病 这个个性会有 一定会有 因为日年日代下 但是观念要培养 个性要把它改毛病性脾气 个人的个性有一些缺点要去改 但是观念要学习 要培养 所以有很多重要的观念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 慢慢把它建立起来 我们看到孔子在教弟子 孔子在教学生 他都没有教他们赚钱的方法 甚至跟他讲说 你为了忙种田 然后方会了君子之学 君子要成为一个君子 你要有学很多东西 那这个弟子说 对不起 因为现在是龙芒 我必须回去跟做 我不能在这边学习 孔子就跟他讲说 一个君子 你所做的其实就有很多 你那个龙芒你要收成 对不对 那些收成的东西 就是你现在所忙的里面的 所以孔子教弟子的是 就是要有好的观念 不是说每个人 所想的就是 眼前的这些是什么东西 所以有些重要的观念 应该要有 那这边这个挂 这个美好的拥有 其实呢 这个拥有就是我们 本身 计备的 但是呢 我们要靠好的观念 才有办法去开化它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挂 这个挂呢 的挂像是这样子的 这个代表什么 火 灵 灵中虚 火 这个是天 就三个言 火 天 大 有 这个 如果是太阳 太阳在天上高高挂 代表如日中天 如日中天 这句成语的意思是 一个人来到 如日中天的时候 代表他拥有了很多很多 他各方面的成就 很高很高 如日中天 但是要记得 太阳来到最高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怎么样 往下 雾极闭闻 所以这个挂呢 他也有在告诉我们 我们人 一定要 当我们越有成就 越谦卑 然后呢 另外呢 火天大有 代表 我们 虽然拥有很多 但是 要善用 这个大有 所以 白羊义经 把这个人生 的 美好拥有 当作我们 这个大有 过来 所要看的 换句话 这个大 就变成了 美好 的意思 大大的 美好的 传统 传统义经 可能比较多 会跟我们谈 那个大小的 大的意思 比如拥有很多 高的名位 财富 但白羊义呢 他是告诉我们 有些东西 他并不见得 就是最美好的 比如说 你有很高的名位 很多的财富 这些东西 可能你一辈子 用不到那么多 很多是放在银行 最后给别人 对不对 所以那一种拥有 并不是你拥有好多好多 就一定很美好 如果没办法善用它 所以真正美好的拥有是什么 大概有这六五个 来我们 请哪一位来帮我们读一下 好不好 大家先来了解一下 哪一位可以帮我们读一读 来 OK 什么是人生美好的拥有 有钱 最好不用工作就有钱 而且是越多越好 一定要多到用不稳 有名 一举成名 天下之 这样就可以 名利变 双手 拨好 长寿 永远健康 长寿不生病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有智慧 活出生命的意义价值 有很大的幸福感 有德性 乍世得到众人的尊敬 去世可 美名永传 流芳百世 好 谢谢 我们一般人的观念 在停留在前面三个 如果美好的拥有的话 最好有很多钱 拨到用不完 有很高的名位 对不对 名利双手 然后呢 最好还要健康长寿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这样子 最好永远不要生病 那这三个 一般的人 会着重在这里 但是呢 白羊义 特别让我们启发这两个 其实这三个呢 有一天都会 因为生不带来 世不带去 名为理再高 也有下来的时候 长寿活在久 也有离开世间的时候 所以这一些都不能长久 但是呢 智慧跟德性 他不一样 智慧代表的是幸福感 也有智慧的人 其实他活得也有意义 也有价值 也有幸福感 德性代表受人的尊敬 成立 所以一个人呢 不要呢 去到哪里都被人讨厌 可是应该去到哪里 都受人尊敬 这样你活得都有意义 对不对 那 有些人说 我只要去到哪里 人家赞美我就可以 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亮的 每天呢 就是这样子出门 然后就得到很多的赞美 所以要得到赞美 其实很容易 但是得到尊敬很难 人家赞美你不见得尊敬 人家看你有钱不见得尊敬 有名也不见得尊敬 在台湾呢 当到总统算是最高的名位吧 其实呢 也有将近一半的人呢 是对这个总统不见得很尊敬 甚至对他叫做不爽 也有 对不对 所以 你要得到人家尊敬 其实很难的 这里面最难的 一件事就是 人要怎么受让人家的尊敬 因为 这个尊敬的程度代表你将来 美名留世间的程度 是不是能够 永远在每个人的心中 对你感动感念感谢感恩 这样不容易 那个叫做得 我们有跟大家谈过 得不是自认美好 而是存在别人心中的感动 人家对我们的感觉 比我们对别人的看法 感觉更重要 一经教导我们的道理就是这样子 一经有个卦叫做幻卦 幻卦是从人生的 寂寂善善当中来跟你谈 你要在意的是 别人对你的看法 而不是我对别人的看法 我们人通常都是 主观的去认定 都是用自己的观点去看别人 然后去评论别人 那一经换卦告诉我们 尤其白洋义 你要在意的是 别人对你的看法 而不是你对别人的看法 因为你对别人的看法 有时候是比较属于主观 通常我们会看不清楚 主观的认定 往往会有偏差 因为不够客观 所以最好把这一层放下 这样比较客观的跟人家 你会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那才不会呢 有时候造成一些误解 甚至呢 好的人才就因为这样子 错失了过 所以最好把自己的一些 对别人的看法先放弦 然后呢 转而 你要去在意的是 别人对你的看法 那别人对我们自己的看法呢 他会关系到这个 比如说是不是 一个人能够得高望重 受人尊敬 然后将来就算你离开了 人家心目中对你的看法 是不是能够美与永存 比如说流芳百世 这些当中就这两个最难 一般人都是着重在这上面 但我们这个卦 白羊大友卦 专门在谈这个问题 告诉我们 人要重视这一部分 但是呢 你要怎么开花这一部分 来我们看看 这个卦的由来 其实他是把这个 前卦的第五窑 让它变成阴窑 有可能 这个就是洞窑 一洞窑就会变成这样子 两变阴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变成你要看的是 这个领导者 因为九五之尊 这个领导者呢 他不是只有钢劲钢强 他还有阴柔的一面 阴柔的一面就好像 这是铁汉这是柔情 这个是一个很有才华能力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沟通协调能力的人 这个呢充满着power 行动力 这个呢 是一个很有关怀力 很有软实力 那这个代表阳 这个代表阴 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能够成为大友的话 他必须刚柔平静 阴跟阳 两股能量 在他身上都要有 这样子的人叫做大友者 所以他就把这个前的九五之尊 这是九五 九代表阳谣 第五谣九五之尊 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字的意思 九五之尊就是一个最高的领导者的 那个位置叫做九五之尊 这个领导者呢 如果他没有这个阴遥的能量 他不能成为一个大友者 因为太刚强的人容易受责受挫 因为他沟通关怀协调能力不够 年轻人如果你很有才华很有能力 这个叫做硬实力 但是你也要有软实力 软实力就是沟通关怀协调能力 你将来要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人 你不能说我有很好的条件 各方面的条件 包括才华能力协经历 又是最好学校毕业 又是什么家事背景非常好 工业非常好 但是那种人与人的互动能力很差 那这个人就算将来给他摆在一个很好的位置 恐怕他也担当不了会掉下来 为什么因为缺少这个部分 他这个大友是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钱挂到这个大友挂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就是告诉你 你要成为大友者 你就是这个要 要刚柔并弃 你才能成为大友者 好 所以 这个我们刚刚都谈到了 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经文 这是传统周易的经文 谁来帮我们读一下 大友挂 大友 元亨 初久 无交害 匪救 奸则无救 九二 大居已在 有忧往 无救 九三 功用亨于天子 想 想于天子 小人福克 亨于天子 小人福克 九四 匪其棚 无救 六五 绝福 焦如 微如 吉 上九 自天又知 吉无不利 好 一经每一个挂都有六个谣 很多人会搞不懂 为什么要有六个谣 然后呢 这样我对这个挂的了解 我到底要看哪个谣 或者是我对这个挂的了解 那这么多个 这么多个谣 那应该以哪个为主 其实我们学艺经 很重要一个观念 这个呢 代表你处在各种不同的状况下 那为什么艺经叫做change 英文叫做change 就是说有可能变化 你也许在这里 也许在这里 也许在这里 那在不同的位置 同样一个挂在不同的位置 它是有不同的一个状态的 所以你一定要整个去了解它 你才能对这个大有卦 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好比说 我们看到这里 这是卦词 大有缘 这个缘就是大的意思 大大的横通的一根卦 然后初九呢 是讲人际关系 无交害就是 人与人之间 没有我伤害你 你伤害我 人要彼此伤害其实很简单 就这个嘴巴 讲一句很难听的话 就会伤到对方 讲一句好听的话 就给对方很大的鼓务 尤其我们对小孩子 要爱的教育 对不对 通常打骂教育 对孩子的伤害其实满蛋 这里无交害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不会我伤害你伤害我 所以这个无呢 就是这个意思 无交害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互动 不会我伤害你 你伤害我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大有关的基本条件 就是人际关系要好 所以年轻人 当他踏入社会之后 慢慢他就会了解 人脉的建立非常重要 你将来要有很大的成就 你一定要开始 累积你的人脉关系 累积人脉关系 也不能随随便便 我们已经有一个卦 他是在讲 叫做比卦 比 比较的比 这是画两个这样子的符号 合在一起 代表两个朋友在一起 那要做到什么 以游服人 所以交朋友一定要很小心 另外一定要对自己帮助 而且不要叫做互相伤害 这样子的话叫做匪救 但是不容易做到的意思 叫做奸 就是不会有这个 让人感到悔恨的事情发生 就是因为我的人际关系很好 但是他很难做到 所以你最多最多只能做到无救 不求有功 其实义经 最好的状态叫做无救 你不要一定要 要很大很大的 好的状态 叫做急 或是真急 能够来到无救 这个就是 但问根影 没有收获 没关系 只要不要有过就好 就是无救 所以 第一个谣的意思是 你要成为一个大有者 你的人际关系 一定要很在意 跟人的互动 虽然不容易 跟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不容易 但是我们但求无救就好 就是不要去 要求说别人一定要对我多好 我的人际关系一定要 每个都要很好 我们只要说 我不要有患的那种错 去伤害到别人 或者是患了不该患的错 然后影响到我的人际关系 人家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至少维持住 一个应该有的好的人际关系 这个是要成为大有者的基本条件 那也就是说我们救 好 这个是讲人际关系 这个是我们要成为大有者的基本条件 所以像我们在座很多年轻人 将来你踏入社会 你要成为各方面 如果很有成就者 你说好 我做生意好了 做生意也要有人脉 你说好 你在道场 道场也要有很多 我们的兄弟姐妹 同修 前显 这些关系的建立都非常重要 尤其在我们道场 大家都是像一家人一样 所以你常常在道场 你就会累积很多很多的人脉 而且这些人脉都没有不好的 不好的上京都把它筛选掉了 那些不好的叫做损友都不会进来这里面 因为损友大部分都是喝酒吃肉 这些一定会有 然后喜欢吃喝玩乐 这一定会有 但在我们道场这一套行不通 他们就不会进来 会进来里面的 已经经过基本三线 所以我们多交这些好朋友 好朋友 像 这几天来到这里 你就会看到来自四面八方 我们有同样年轻人 希望 我们不要太酷 酷的意思都不跟人家沟通 所以应该要多跟人家互动 互动你才会成为好朋友 那这些都是累积起 自己将来成为大大成就的 大游子的一个基本的 这是基本的条件 好再过来我们看看 第二个窑 他说大G就是大车 你载 哇大车可以载很多 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这个有一部大车 可以载超过十个人 我们有点超载 但是因为他是大车 你知道 我们呢 这个是租这个车 花费非常高 租一部 至少要花24万日币 那我们上一次 租的车还是东碰西碰 单单保养费就花了十几万 所以后学刚刚去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本来我们还要租一部车 还要花24万 对不对 现在已经有一部 我把那24万拿去买了两部车 一部车12万 那刚好 这两部车就可以来载 我们需要载的人 而且这个车子是自己的 这租的车还要还原这样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还花了很多钱 好 这里的大车 已债 有幽往无救 这在讲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到说 人要有很多的财富 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以前的俸禄 都是有型的东西 给你米粮 捐薄 这些俸禄 那因为得了很多 所以根本拿不回来 就用车子去载 叫做大车 而且有幽往 意思就是说 不是只有一部车 是一步接一步 一步接一步 这样载回来 而且载回来之后呢 这些东西放着又不会坏掉 慢慢用 那这个第二窑 就是我们讲的 财富最好多的用不完 而且呢 小人扶客 其实这个也是 不要被小偷偷走 那这个无救的意思是说 他这个财富 可以用永远 为我所用 不会被人家拿出 不救 好 所以第二个大游者 他本身呢 当然也要有有型的物资 有人说 那修道都不可以去赚钱 错了 修道呢 白羊起赚钱 是什么意思 是以凡养胜 你说青羊红羊 不可以工作赚钱 那是真的 因为他要抛家 怎么样 舍业 因为他修的是清静 那就不可以跟人有很多互动 白羊起 修的是道德的德 这个字 德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清清静静 不跟人互动 这个德修不到 因为德是存在别人心中的那种感动 那我得要跟他互动 然后呢 为他做一些好事 让他感觉 有所感 感动 感念 感谢 感乐 所以呢 白羊起的修行方法 他是要入室的 要跟人互动的 所以他需要这些东西 这个钱越多越好 但是要会善用 比如说我们建道场 像这样子 我们都要花很多钱 这个我们季工老师 神通宝大 这些都变现出来 后学的薪水 是每个月1000块台币 就这样而已 其他都是 整个变现出来 好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财富要都要用不完 但是要用在 跟我们想要做的利益众生的事情 有关的话是最好 这是第二个谣 第三个谣 讲的是什么呢 功用亨于天子 小人福克 这个天子 那是最高位的 公用亨于天子 意思就是说 我呢 所用的都是公家的 而且我是天子身边的红人 叫做亨于天子 代表名位很高 财富呢 这个公家给你的 俸禄很高很高 你所使用的 包括分离栋房子给你 一部车子给你 可能这些都有啦 就是功用亨于天子 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 就是我有很高的名位 当大官 每天 就带黑头车来载 黑头车听得懂吗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小时候 我妈妈爸爸妈妈就说 哦 隔壁隔壁 都是黑头车 黑头车来载 我可见隔壁可能都当大官 就是公用亨于天子 那当然代表是名位 所以第三个要讲的是名位 第二个要讲的是财富 第一个要讲的是人际关系 要成为大有者 这三者如果都有的话 当然很好 但是这一句话很重要 小人福克 小人是什么 小人就是专门陷害君子 就是说你如果是天子身边的红人 你就会要小心 有人都事迹 要对你上下携手 要起而代之 说不定呢 你不小心人头落地 因为半君如败 另外小人 随时有可能要来 对你有所 叫做寄予的对象 想要起而代之 把你的财富都拿走 把你的名位起而代之 所以这个福克的意思 就很重要了 小人都哪里没办法 那你都可以很顺利的度过 小人对你的种种 那这个都 这个代表说我名位很高 而且位置很稳 不会有什么危险 好 再来看第四摇 匪齐棚 这个棚就是过度的膨胀 代表不实在 匪齐棚就是他实实在在 他拥有的这些都是很实在的 不是到处去借来的 有时候有些人 这个是虚有其妙 他是借来的 匪齐棚 他是实实在在 这是第四摇 第五摇 因为是一个领导者 他是从羊摇变过来阴摇 就是九五至尊者 所以他 瘸乎 骄如威如 这是指一个领导者 他很有诚信 得到人民的爱戴 骄心 好像手也骄在一起 这样子 非常的那一种 比如说上下或是朋友之间或是领导者 国经跟下面的臣民都非常的骄 所以大家上下一心 另外他本身又有威也 威德威 吉 他领导得非常好 这代表这个领导者扮演的角色做得非常好 再过来 上九 至天又知 极无不利 就算我们拥有以上的这些 可是突然间倒下去就走 也有这样的人 几十亿的身价 突然间因为太劳累 倒下去就走了 那我会觉得说 最好上天给我保佑 让我们各方面顺利 发达又长寿 不要突然间 倒下去就走了 所以这个就得到上天的保佑 习无不利 好 这个是传统的周易 他讲的其实就是人际关系 财富 名位 还有 你是一个领导者 又得到上天的保佑 这个就是一个大友 其实他讲的 就是我们一般人 所希望达到的就这些 没错 年轻人希望将来就是成为 这些 都能够拥有 但是 怎么做到这些 那要看个人 并没有讲得很多 他只告诉你 什么叫做大友 那怎么达到 怎么达到就要看 我们的白洋意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讲 第一个 初九就是美好的人际关系 九二就是拥有很多的财富 大车载 九三就拥有很高的请位 叫做公佑 九四拥有十字的内涵 叫做肥七道 九五六五就是很成功的领导者 叫做福交威 然后上九是得到上天的保佑 叫做庭佑 这就是周易 这就是周易 看到的大友 这个其实 一般人应该都可以这样子的接受 所谓的大友者 大概就这些 可能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拥有很多的 比如说交期美切 或者什么等等这些 中国人讲的五指登科 那是另外说的 其实 大概就不外乎 最重要就是这些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白洋意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直接来看看 我们的白洋意 白洋大有卦 这个白洋大有卦 这个信中训 就是这个挂的六个谣 你看他这里刚好 这个是阴谣 从下面开始 第一个谣是 谢身行必难己 再来就是 自义有难行之 再来就是 说者便道更无 再来就是 自所必难为己 再来就是 盛死德化 再来就是 为之以过可命 那总共六个谣 白洋意 这边要告诉我们 看有没有 比较完整的经文 好 那我们就直接 从这里来跟大家介绍 这六个谣 这里比较清楚 这六个谣 刚刚讲的 是这个 这是传统周译 无交换 对不对 然后我们白洋意的 第一个谣 其实第一个谣 就像杯子的盖子 你要先打得开 第一个字 就像那个杯盖 上面那个拿的那个 所以这一些要先开 这一些如果打开的话 才有办法真正去开花 我们内在的深厚潜 叫做一切开启深厚潜 所以我们白洋意在这边 它着重点 是往内 去开花我们 美好的本质 那这个是往外 去建构 美好的人际关系 但是呢 不要忘了 我们也有 很丰富的内在本质 你要往内 往内的条件 就是先把这一穴打开来 这一穴打开来之后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首先呢 要开始 学习真子 还醒自己 改正自己 叫做情以敏思 思代表一些过失 这样子我们就会越来越聪明 有智慧 这个化琴 另外呢 还事多生思 这样子呢 我们做事呢 就比较能够通达 就是会比较顺利 先做到 这个明跟通 明跟通呢 是当我们 要开始开花我们内在智慧的时候 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互通 来锻炼我们的聪明智慧 锻炼我们的通达 这样子 它是补充说明 好 所以 这一些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要有明师才打得开 好 来 我们请一位来帮我们读一下这一页 哪一位 好 OK 从这个上面开始 如何培养智慧 德性 首先 要能得受明师的指点 开启智慧妙俏 接下来是做好人和 未知交无害 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达于最好的人和 其三是 努力做到明与通 晴于你古过失 而化于为您 深思 守虑 观察 入围 以使人事通达 好 其实他这里 已经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传统义经告诉你说 人际关系要好 但是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你要看白羊义才会知道 原来我们在修这个人和很重要 人和为贵 你要跟人无交害 一定要把这个人和守好 所以要修炼太和 那修炼太和的过程当中 这两个字很重要 就是明跟通 明代表我们的聪明智慧 但聪明智慧要从改过开始 所以改过必生智慧 通呢 通要借事来锻炼 借着事情 做的过程 深思熟力 观察入围 借着做事 让人事通达 这些对我们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锻炼 所以要记得 明跟通 还有人和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你要修人际关系 很重要的 人和明跟通 好 再过来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讲到 有行的财富很多 多到大车赛不完 而且有来 有往 有有有往 然后 我们白杨义是把这个 很多很多的财富 定位在 人有很深厚的智慧 智慧能量 但是你要去开花堂 知有难行止 道明可行 得可为 就是说 如果没有学这个道理 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真正智慧 是开花不出来的 很难 那 但是呢 在开花智慧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要学习 忏悟 改过 才有办法 真正把智慧 开花出来 另外呢 因为他这个 九二是在讲 大车已在 有行的财富 那我们白杨义所讲的 这个是 无形的财富 叫做得财 智慧成就的是 得财 钱财成就的是 这个我们 这个第二要讲的 主要是钱财 赚钱就有钱财 但是得财 是不容易的 一般的人 天生就晓得要赚钱财 但是要有得财 得要从小续挂开始 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挂 要学习小续挂 才可以 有办法去累积这个得财 来 谁来帮我们读一下 可以吗 得财 超之在我 一般以拥有很多有行的财货为大有 一位拥有得君子 一位有得君子的智慧来看 真正的大有不是要去拥有多到车也在不玩的有行财物 因为这是很难达到的 要有福报 但能明到行得 就能大大拥有无形的财得 得财 得财 这样的大是永远都不会后悔的事 得财存在上天 钱财在人间 但是在人间你是生不带来怎么样 生不带去 钱财有可能有一天一把火烧光 一个金融危机整个掉光 也有可能被小偷偷走 得财是永远存在天上 留在人间的美人心中 一个有得者 我们刚讲说 得是存在美人心中的感动 他的得财存在天上 也留在人间的心中 所以得财是永远一本万利 是最好的 要懂得累积 他是一直都会跟着我们的 好 再过来我们看看 他讲名位 公用云离天子 在天子身边的红人 而且小人也拿他没办法 他安安稳稳的坐着 代表名位很高 再朝为官 想天子的俸禄 富有 而且呢 他防患小人的陷害也都做得很好 所以小人福克 好 那我们白洋义怎么说呢 其实你要当天子身边的红人 也不容易 而且半斤如半 所以我们应该努力 开花我们的智慧 开花智慧 往内心开花 就要多讲道理 说者就是讲道理的一个人 而且他要讲道理 一定要对道有所了解 这都变道 而且要很细微的道理 都要能够了解 学习易经 最好是一边学一边讲 教学相证 因为讲 对我们了解道理 会更深入 因为我们人 按照佛经记载 这样一台只有八万四千个 念头的速度 所以佛学生在那边 在讲这些 其实那个都是在脑海里面 很多在转转转转转转 这个计算能力 用我们话来讲这个计算能力 我们现在 现在那个AI 那个电脑计算能力是 一秒钟几亿次 其实我们这样一坛子不到一秒 只有八万四千个念头 可见我们也是几亿个次的计算能力 那这种计算能力最好多用它 所以为什么鼓励了人家打麻将 因为他可以用嘛 用他的讲 但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他对道理会越讲越深入越了解 就是因为他的智慧就会不断被开花 也不怕得扰人痴呆 因为他一直在用 计算能力越来越轻 就好像变成几亿次的那种计算能力 好 所以 这一谣呢 其实他是在教我们 怎么样去开花 我们真正的智慧能量 行无过及中庸 但是呢 过以不及都不好 要得以中庸 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何复中庸 这样子的人最有智慧 所以很难 我们一般人不容易做到 但是就是因为难 所以我们要努力去做 民道行的努力去做 做什么 做累积智慧 蓄积得产 做累积的工作 好 来 谁来帮我们读一项 下来 民道行的 不畏有的真理 要保有不断来源的大有 是要更深入 细微的采章真理 民道行得来成就 但也要更谨慎 做到行无过 及中庸才行 虽然很困难 也要免而行 好 所以年轻人要多接受锻炼 有机会讲课 有机会站讲台 要抱我 那 或许退伍回来的第一堂 第一个佛堂的课是 从台北到新竹去讲 六竹谈经 那时候呢 七五不怕清 刚毕业退伍回来 也不知道六竹谈经 是多么困难 但是就接了这样子的任务 然后事后想觉得很奇怪 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 有一个前嫌 他来看后学的时候 就送后学一本六竹谈经 那我就在经中就把那一本 读过 一直读就觉得 这个经呢 写得非常好 因为那里有解释 就把它看完了 退伍之后 退伍之后 既然要去讲这一部剑 你看 所以很多事情好像 明明中自有安排 那讲了一遍之后 就会发现 我原来 学习道理不能只是听 也不能只是看 要讲 所以一个人的智慧开花 如果只是看 只是听 这样不够 你还要讲 一定要讲 要有机会讲 好 再过来 匪齐棚就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 但是呢 通常会有一些障碍 我们所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发挥爱心 来弃除我们的障碍 然后多思辨 来 我们说真理要越辨越米 这样子 然后切记骄傲自满 这个匪齐棚有一点 这个棚有一点骄傲自满 太过于膨胀自己 所以要切记骄傲自满 过度的膨胀自己 这样就会招来毁救 所以我们智慧的增长 要很小心 要清晰 要多行人 用爱心的付出 来提升自己的智慧 小准自己的障碍 很多臂 臂就是代表我们的一些智慧的障碍 它是需要靠我们修这个德 就是多付出爱心 修这个德 才有办法把它化掉 叫做德化 用德来化解 来 谁来帮我们读 以人心去除智慧的蒙异 要能不过度追逐财富 以智序有欺验 白羊一斤赌装良相 作为在追求大友中 负负责少得人心 一是对世底很清楚了解的些话 二是做任何决定 不玩世对人对世底 都要以仁爱回出发点 以仁立身努力求得才 而非只是赚钱才 其实这个最重要就是 要懂得以仁立身的道理 就是一切要以仁爱为出发点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先为别人设想 你将来要成为别人的领导者 你就要多为别人设想 来做任何事情 尤其做事情是请 你要先为大家想一想 不要只为自己想 你看一般的人是怎么样 先想自己 一个有智慧的人 是先想大家 先想别人 他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就是因为他常常都是为大家在着想 他不是只为自己 只为自己的人 很难成为重能的领导者 所以这个以仁爱为出发点 努力修这个德产 而非只是赚钱者 再过来是一个领导者 缺服交流微辱 这个人呢 跟人交往当中守住诚信 这是个领导者 守住诚信 而且呢 也有威胁 这样才能够得到迹象 那我们白羊义这边补充 就是刚跟大家讲的 遇到任何困难 或是障碍 要用德耳去化解 那几个例子来讲 大家都听过 诸葛孔明清醒梦霍 他抓到的时候第一次 其实他如果直接杀掉很容易 对不对 好像问题看起来解决了 但是没进去 后面就有千百个 打着为梦霍报仇的下面的人 起来烦你 那永远没完没了 诸葛孔明用的是这个 叫做德化 他就把它放了 不服再放再放再放 到第七次终以 梦获新叶成佛 所以我们处理事情 一定要 会用这个方法来处理 因为德就是道的展现 以道为德为用 所以这边讲说 在开花内在的德性的过程 内在的智慧过程当中 不能没有一个 要用德性加智慧 才有办法开花 因为智慧能量 它是跟你修德有关 当你德性增长一分 你的智慧就增长一分 智慧再增长一分 你的那个得量也会跟着上来 他就像那个螺旋一样 两个相互为用就一直往上 你的智慧就会不断提升 所以智慧越高的人 他越小的要做好事 他越小的要把握机会来行得 智慧越低的人 他是越为自己着想 然后处处想要占别人的便宜 智慧越高的人 他处处想要对别人做这个德 让你心中有感 感动感念感谢感恩 这个是真正有智慧症 他会常常这样子 所以天地间的道理 从易经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有时候呢 你希望有所得 就要先学会付出 我们年轻人都希望将来我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在这之前要先学会付出 付出的越多你将来才能得到的越多 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 你要用德 来修自己 开发自己的智慧 好 来 来 谁帮我们读一下 你 好 可以 就读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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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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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以德化解论坛 以仁爱对人 以好的理念来领导 不是只用钱财来拒人财 如此可成就一位有 大有德性的领导 好我们都希望在座的每一个年轻人将来都成为一个大有德性的领导人才 那你要记得要开始学习用德来化解你所遇到的困难 人生的困难一定有很多 因为不如意识时长发久 你要记得当我们遇到各种困难 最近老师觉得很不顺很倒霉 很多事情很多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就要记得说生活最近太自我了 没有多一点关怀 没有多一点付出 那你就要开始转变一下 多付出多关怀 这样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好再过来 谁会日文的 最后一个谣讲到说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一切的努力没有上天的力量上天的保佑 很可能一夕之间就化为乌有了 所以知天又知己无力 然后我们白羊义是把这个部分提到一个悔制很重要 因为人在开发自己智慧德性的过程当中 他是这样子 有很多你可以用德性去化解 但是有很多障碍是靠忏悔 通常这个忏悔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好比你一杯很脏的水 你可以用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不断地加干净的水去稀释它 那个功德水 好就好像 是谁啊 没有关系 现在比较不方便 等一下 OK 所以刚刚讲到说化解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你不断地加水进去 那么稀释 但再怎么稀释 它还是没办法非常非常的干净 第二种方式是用过滤 过滤就像忏悔 所以说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罪过错 就算千年的罪过错 抵不过一次真诚的忏悔 他就把整个忏不掉 就好像过滤一样 一下子过滤掉 就变成干净的水 所以我们在开发我们的智慧跟德性 如果有所障碍 这个障碍呢 有的可以用德性化解 但是有的可能要用忏悔 忏悔才有办法真正把它划掉 把那个障碍要划掉 好 我们这个挂的特色是 从一穴的打开开始 到最后制造穴民就结束 所以这个 这个要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求完道之后 我们要懂得开发我们内在的美好拥有 就从这一穴打开之后 我们要来努力 可以跟上天相通 叫做老母降下通天降 可以得到上天最大的富佑 同时从这一穴 可以开发我们的智慧跟德量 来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得要参为过千 以谨慎的自卫 以正知正见正法 行德化众生的工作 累积德财 真正的大有者是一个大德者 他拥有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德财 德财是存在上天美名留在人间 但是德财的培养没有那么简单 他是要真正有机会去付出 因为他要让人心中有所感动感念 感谢感恩 这个时候你才有德财 才有德 因为德是存在别人心中的 不是自认美好的 所以在修德过程当中 我们要感谢 每一位让我们有机会去服务 去修德的 你看我们到场 不管你去到哪里 即使这些厨房的阿姨们 他们都是欢欢喜喜 很辛苦 但是他会感谢 我说你们这么辛苦 这样子这么早就起来做 为我们准备餐点 他说感谢上天 给我们有一个鸟燕的机会 你看他还是用感谢的心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来讲 我们要修这个德财 是不容易 要有这样的心量 才有办法 那我们也有这种心量的人 他修了德财会叫做无相不虚 好这个观案就到这里 我们意思就是说 希望每个年轻人 都将来都能够成为大大的拥有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智慧跟财富 甚至有型的钱财 还有很高的名位 还有都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 都能够长命百岁 寿命难生 但最重要是要懂得 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 这样子我们活得久 活得长 拥有得多 这样才有意义 一个大有者就是 不是都给自己用 这样叫大有 大有者是要用出来给大家用 那才是真正的大有者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到这里了